欢迎收听陛下官,今天是陛下官的第100期 大家好,我是曲霞 大家好,我是古村 大家好,我是景璐 陛下官是IPN播客网络旗下一档讨论艺术史话题的播客节目 我们的网址是bhia官.com 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收听 除此之外,陛下官每期节目也会在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等收听平台上同步 我们鼓励您成为陛下官的会员每月5美元 支持我们将陛下官贯彻到底,进入更深更远的历史现场 直面古物征绩,体位于古人神阶的义趣 关于会员计划的详情,请访问member.bhia官.com 我们现在也直接支持通过支付宝付费入会,年付人民币340元 您可以将款项打入我们的支付宝账号bhia官at163.com 同时不要忘记注冥响,用来接收会员通信的邮箱 今天很巧啊,是陛下官的这个第100期 我们请来了一位嘉宾主持,景璐 我想景璐,你跟大家简单介绍自己的情况 好的,我是在纽约这边 我在各大念了建筑的研究升学位之后 就留下来在这边工作 然后也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建筑事务所待了一段时间 然后我觉得就是纽约这个城市真的非常适合设计师 建筑事务师在这边生活吧 因为有非常多的信息展览以及就各种各样的意见和声音吧 所以我就觉得这边挺丰富的 然后 而且这个我想做个注解 或者也给大家留一个小小的谜团 这个景璐其实现在所在的这个事务所是非常知名的一个事务所 但我不透露它的名字 但是你们是 但你们事务所的作品是上海三幢高楼之一 对的对的 虽然上海的三幢高楼都是由美国建筑事务所做的 但是你公司荣幸的是去的 是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这第100期非常有意义 因为这个 而且我觉得题目也比较特殊 这个和原来陛下官的一些题目呢 这个是有点远的 但是呢也契合了我们在去年年末说的一个陛下官要做的某一类型的题目 所以今天我们在100期的时候这个稍微尝试一下 大家知道这个古村老师景璐刚才都介绍了 他们都是职业的这个建筑师 然后又是在美国受了这个建筑学建筑设计的一个教育 所以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 也是一位这个美国的一位著名建筑师和他的作品 他就是这个Frank Lloyd Wright 对这个赖特吧 这个中文翻译应该要翻译成赖特 大概读过建筑史 中华建筑史都应该知道赖特 这个而且在美国 我所知好像是1991年 美国那AIA好像把赖特称占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师 对对对 完了这里面我们讲到这个因为我们的题目实际上是Fall in Water跟赖特 那Fall in Water呢就是有两种方法 一个大陆的方法叫这个流水别墅 好像台湾还别的地方方法叫落水山庄 对吧 对是的 这个有两个不同的Term 其实是一回事啊 都是英文都是Fall in Water 好像落水山庄可能看起来更接近这个英文的这个意思啊 那么这个流水别墅呢也被誉为是美国历史上 罪务 the most famous 它是讲它不是用得见它是house还是什么 对它是 我这有点经历 对它可能就是作为一个独栋的住宅 它可能是被认为是最伟大的 而且它尤其是如果是限定在美国范围之内的话 我想这个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对应该在美国范围之内应该是没有争议的 如果要放在全世界范围可能或许会有争议的 对我觉得两位都是在美国受的这个建筑学教育嘛 建筑学的这个培训 对赖特当然是这个如雷贯耳了 而且肯定也做过研究啊 做对他的作品 但是作为一个就是原来没有学建筑的一个 纯粹的一个艺术史的研究者和爱好者来说 其实我在若干净前刚到美国的时候 这个赖特就在我脑子里打了很深的印象 因为那时候就是经常去书店嘛 然后哎呦我天哪 就走到这个 不管是新书店也好 旧书店也好 到哪发现这个赖特就是永远的在你的这个眼前晃动 各种各样赖特的著作 甚至是赖特自己的著作 就有好多种 所以这个你不得不了解赖特 不得不知道赖特 对这个赖特的确好像也是算是建筑师里面 可能写作比较多的一个建筑师之一吧 应该这么说 这个他的这个 当然我觉得这个从他们 景录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对 从他们本行来说 可能赖特的作品没有像以后的建筑师 比方像文秋人 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是在大众媒体这一块 影响非常大 但是可能 当然他也留下了非常多的legacy 但就是对于现代的建筑教育 以及金融设计来说 他可能影响就没有那么大了 不过我呢 我那时候在二十多年前 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 我们系里老师的还专门开过一门 有关Rite的这个建筑 跟这个Riting的一个专门的一个研究生的研修课吧 我还上过 反正专门讲了一些 所以那时候好多对Rite的了解 还是那时候延续下来一些认识 当然我到美国来 第一个所看到的有名的这个建筑 就是这个Falling Water 因为那时候我在这个 我今年那边也比较近过去 完了那个 对完了那个 而且我回想一下 而且就是秋天 就是因为上学都是秋天第一学期嘛 完了正好是秋天的时候 完了结伴去那里这个看了这个 但是那天天不是特别好 就没有看到这个炉火的这个红叶 但是呢的确是深秋的季节去的 那我觉得我们在聊流水别墅之前 我们是不是请两位啊 也先把这个赖特的这个 一些简单的生平和作品 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 有一个先有个basic的idea 他什么时代的人啊 他是大概有什么理念啊 有什么作品 好那景录你先来吧 我来补助 好的可以没问题 那赖特呢 他是1867年生人 他就是一共是91岁 但所以他的职业生涯非常长 在他70多年职业生涯里面呢 设计了各个类型的建筑 作品非常多 可能有四五百个作品 覆盖了住宅办公教堂 博物馆 甚至有做过摩天大楼的方案 然后他 他在建筑尺度上就是 他也会去参与建筑的室内的设计 甚至他会想把室内的包括电话机 包括主人的衣室都设计到 然后在比较大的尺度上呢 他也有自己的一套城市规划理论 他的建筑 分隔早期呢 做了很多住宅 然后后期做了一些公共建筑 比较著名的 像日本东京的帝国饭店 像流水别墅 已经是他的后期作品了 包括在纽约的古根海姆 都是他晚年的一个 就是巅峰时期的作品 对 那么另外我再补充一下 就Rite这个人的生平呢 一个他这个 刚才那个景录你讲的 这个寿命比较长 我觉得好像建筑师 好像好些寿命都挺长的 就像那个Fillip Johnson 好活到一百多岁 对我觉得就是得拼寿命 就是活得越长 你越能出名 那么另外呢 就Rite还有一些 这unique的一个地方 我补充一些 一个呢就是Rite实际上 是没有受过完整的一个 正规的一个 就是建筑学的这个 好像大学 他好像没有大学毕业的文凭的 我印象中还是 对他是在那 Wisconsin的麦迪森分校 学的建筑学 但好像没有毕业 完了他就等于是 好像进到那个 在芝加哥 完了在几个事务所 对就学徒 大家知道了 就在对在沙里文事务所 因为沙里文 这个路易沙里文 好像是比较有名的 一个芝加哥学派的 一个建筑师 那芝加哥学派 对赖特的影响大吗 因为那个在 19世纪末的时候 芝加哥 遭受了一场大火 结果呢 因为当时 因为可能不是特别健全的 一些城市规划的一些 一些问题吧 造成了就是 芝加哥整个的这个市区 都被夷为平地 那么这样呢 当然也给这建筑师 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 在因为芝加哥 在那个时期呢 经济进入了一个 腾飞的阶段 需要大量的这个 各种新的形式的建筑 包括摩天大楼啊 一些这样的一些 一些新的建筑形式 那么就是 逐渐的形成了一个 芝加哥学派 就是他们 景律应该说 芝加哥学派 主要是以摩天大楼为主 对吧 他们那个时期 因为正好也是随着 建筑技术的一个发展 然后像混凝土 玻璃的一个 建造技术的成熟 带来了建造成本的下降 所以这些东西 在就是对建筑师 在建筑形态的设计上 有了很大的变化 才有了他们这些 造摩天大楼的可能性 对 完了 Rite呢 实际上他是在这个 其实我觉得他更多的是 在实践中学习的 而不是在学校中学习的 对是 他做了那么多年的学徒 然后自己也接了私活 所以应该是在这些过程中 他就是有了自己的观察 和体会 对 你这个用了咱们建筑师 最忌讳的一句话 应该说按照 应该说按照现在的 这个美国建筑师的 一些行业规范 是不可以接私活的 对吧 不完全 我觉得看身份吧 就是 他们其实是 可以接受 你去做一些竞赛的 我觉得 对对对 但是对私活可能不行 但是你去做一些 那种竞赛 应该没有问题 对 所以他 对 莱特接私活 就接受问题来了 是吧 是吧 那你说说看 接受什么问题 就好像也是 也是八卦吧 就是好像他本来 跟沙利文签了一个 五年的 做学徒的合约 但是呢 他自己可能 花钱比较大 所以他自己 就接了很多 就是住宅的 个人住宅的 那种设计的私活 然后最后 沙利文就可能 发现了这个事情 而且他可能 造的那个 就为别人 建造的住宅 跟沙利文 自己的住宅 非常近 那他就是看出来了 然后所以 他也知道了 这件事 后来其实刚好 也是五年合约 快满了 所以就解约了 但是这个也是 一段八卦吧 不过我不知道 因为据我所知 从这个 现在美国的法律来讲 你去做那个 single family house 是可以不要license 对 是的是不用的 大家这有点扯远了 这个 但是Right呢 他呢 实际上人呢 是一个中西部的人 他是等于是 Wisconsin那边 Wisconsin 对 所以他整个的 早期的这些作品 基本都在那个区域 对吧 这个 对 麦迪逊 芝加哥呀 所以这个 我们讲到流水别墅 都已经跨越了这范围 所以他是 等于是在30年代了 是已经属于 他的这个 中晚期 中晚期 是他 对 他已经有一个转型了 跟以前的建筑 对 就像你 因为刚才那个 景录讲到 就是芝加哥 有一个就是 Luby House 在芝加 在芝大边上 实际上 罗比住宅 对啊 中文翻译叫 罗比住宅 这个是他 算是应该是 早期的一个建筑的代表 那时候他所谓的 叫是草原 对 草原住宅 对 是的 那我觉得这个 所谓的草原住宅 因为英文这个词 是这个Priorate 对吧 那我相信 如果去过 大湖区 尤其在伊利诺伊上边 这个Wisconsin 这个 这个 那边的 可能会对当地的 这个Landscape 可能会有一些 就对他的当时的 那些地貌啊 风景啊 可能会留下 挺深刻的印象呢 是不是赖特也 接受了一些 这方面的一些 小时候的 从小 生于私 长于私的 这种 这种情感 情愫在里头 对我觉得 才会有这种 所谓的 我觉得肯定 有非常大的 这个影响 因为 就像刚才 那个古村老师 提到的 就是芝加哥大火之后嘛 很多年轻建筑师 都在寻求一个 表达的机会 然后但是呢 他们就发现 接受到的一些 设计委托 很多还在做一些 来自欧洲的 那种建筑风格 比如说古典 或者新古典主义 对 然后呢 他们就觉得 他们有必要 去 去探索一种 属于美国的 建筑形式 那他们因为 身在中西部 就会 天然的观察到 这种非常广袤的 一个地形地貌 然后作为 对这种地形的 一个呼应 他们去做了 这样一个 非常水平向的 一个建筑形态 然后就他们 被人称为 草原风格 这样子 就是水平向的话 我理解 是不是就是比较平啊 就是趴在那 这种感觉 对 是不是有这意思 在里头 就是他可能 有很多水平的人 比如说 有些 如果想到那种 独栋的住宅的话 有可能他是那种 坡屋顶 是非常斜的 对吧 有那种 但是呢 他们那个时候 做的都是非常扁 非常长 屋顶是很 就比较平的 然后非常 就是有很大的 屋檐的挑衍 有用了很多 这种长条的窗 这样子的元素 对 景录这样一说 我倒觉得 还是挺有意思的 因为大家知道 我们生活在这个 美国东岸 这些比较老的 这些城市 比如说纽约呀 费城的 肯定都对 这个当地的 就是当时 即使是在1870年代 80年代 甚至到了 上个世纪的早期的 那些民居住宅的 大部分的这个形式 还是有一点概念 但是到了 看到赖特的作品 或者看到 芝加哥有些作品 觉得还真是 感觉很不一样 因为这个里面 还有一个就是 那个对美国 大历史的一个描写 就刚才讲到 这个赖特的生 出生在1867年 对吧 正好是 美国内战 结束没多久 距今正好是150年前 那么美国 大家也知道 经过了南北战争 结束以后 北方胜利了以后 美国也急剧的 进行了迈向工业化的 一个变革 所以那个时期 其实美国 契合了欧洲的 那个工业革命的 这个就有一个大发展 跟那个西部大开拓 这样的一个历史场景 所以呢 美国人呢 也想有一个 一个文化上的 一个认同吧 也不能就是完全 好多就跟景璐刚才讲的 他们也不想完全 接受欧洲的这些 完全的文化 因为 虽然那个时期 对吧 在东部 这个包括 这个什么 就是罗马复兴 希腊复兴 这样的这种 受欧洲影响 或者 者中主义的 这样的建筑的层出不穷 或者怎么样 但是好像也有很多 就是说 美国建筑师 想探索一种 他们美国自己的 一种建筑风格 比方说到 卢比住宅 大家会发现 有个细节 刚才讲到 景璐刚才讲到的 就是说 他这种建筑 因为适合这种 中西部的广袤的 平原的这种特点 就是比较这个强调 一种水平线条 包括一个很深的 一个细部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就是什么呢 比方这个 罗比住宅 他在做这个 墙面勾缝的时候 他你能看出 他的这个横缝 就比较宽 完了 砖的那个树缝 比较窄 所以你这么看过去 就会看见这个 就是砖 就是好像 看出来不是这个 就是咱们砌砖 不是有那个纹路吗 看出来 它是一条一条 就是完全都是水平的 一条一条 这种它细节 他都想到 就是看出来 好像都是很多很多的 这个就比较竖上 很像的线条 这样的一种 一种 这种 而且大量的 还有一些出条的 就是悬 悬壁的一些 一些一些东西 这好像也是 Rite比较喜欢使用的 一个悬壁 对是 因为他就是想要说 一方面 他是出于隐私的考 就是遮痒 或者是一个 视线上的隐私的考虑 就是在外面的人 不容易看进来 而里面的人 就是他因为 那个地面高度不一样 反倒是很容易看出去 另外一个 也是他希望 也是他当时 那个时期的一个主张吧 就是那种 其实提到草原分割 又会提到 他的一些有机的 有机建筑 所以他希望 这个房子 像一个自然生长的 比如说 在广袤平原 广袤的地形上 他就希望 他是 草原分割 对就是水平 就是自己 很伸展的一个状态 所以才有了 这样子的表达 对 对 那个刚才景录 又提出 就是说到了 另外一个 Rite很著名的一个理论 就是有机建筑 这英文就是 Organic Architecture 这个咱们 完了后面 再补充 再衍生一下 但是这个罗比住宅 就以前去之大的时候 也经常 因为就在边上 经常看到 也路过 但是我觉得 这个罗比住宅 有一个遗憾 就是这个罗比住宅 周围的环境 应该是比和Lite 当时设计的 当时那个Site 应该是 我觉得应该是 天差地幅的一个变化了 所以 所以所谓的Lite的 我觉得那种 Organic那种感觉 你可能看不出来 但是我们今天主题的 这个Falling Water 我觉得太 太幸运了 我觉得可能就和这个Lite 当时设计的时候 是完全就没有什么变化的 好像时空是这个很静止的 就是它这么一件东西 就Site在上面 这是永恒的 好像有这种感觉 这两个怎么看 对 这里面呢 就是咱们在切入到 这个流水别墅的 以前呢 就是我觉得 还要引进一个什么概念 因为刚才讲到就是说 那个时期就是19世纪末 或者是20世纪 那时候呢 还有另外就是在西方 还有另外一个风潮 就是一种东方热 这个东方热 当然不仅是在建筑界 因为那个 我们以前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比方我们在讲弗利尔的时候 对吧 那个 就讲到弗利尔的收场 比方说那个 惠斯勒 惠斯勒的这个东方风格的一些 尤其是日本风格的一些 一些一些绘画 对吧 这个不仅是在美国 在这个欧洲 比方那印象派里面 也有些这个画一些 这个日本的一些什么 什么人的这个样子 什么好像这样的 就是这个风气 就东方热 包括以日本文化为代表的一些东西 出现在西方 也引起了 包括Rite这样的人的 这个兴趣跟这个重视 因为Rite是在 1912几年吧 应该是 是设计的这个 东京的这个帝国饭店 对吧 对 1922年已经开张了 它可能是191几年设计的 那个这个 对 OK 很遗憾的 就是这个饭店现在没有了 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日本人犯了 一个很大的错误 把这个饭店给拆了 对 在1967年的时候 被拆除了 但是我查 有查到资料说 它有其中一小部分 搬到了一个 博物馆 叫做 就是相当于 作为一个局部 而保留了下来 但是 但是当时那个 Site上已经没有了 对 Site上现在期待一高楼 对 这个呢 这个呢 Rite的一个 就是应该是唯一的一个 在亚洲的作品 如果我 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个 对 完了 这个 这个就是 而且反映了 它的一些东方的一些 理念 当然 它不仅是包括东方 它可能 有人认为 它这里面 就比方 有些 有些装饰风格 或者有些 东西 还是采用了一些 就American Indian 就是美国印第安人的 一些元素 什么的 不管怎么说吧 这是 反映了它一个 东方的一个情愫 对 因为 其实 回溯起来的话 当时 芝加哥 1893年 有一个 万国博览会 然后 其实那个时候 它里面 万国博览会的 那个日本馆 叫做凤凰宫 那个凤凰宫 可能就是 对赖特 就已经产生了 一定的影响 就是对于 东方文化 在它心中 已经有了一个印象 然后 才有了 后面 它可能再次去 在1910年前后 去欧洲 游历的时候 然后赶上了 就是欧洲正在 接受日本服饰会 等这些东西的 一个印象 它又把这些东西 带回来 放在了自己的 就是设计中 然后紧接着 它就设计了 这些帝国 受到了帝国饭店的 委托 然后做了这个设计 对 完了它的这个 而且它在逐渐的 这个practice中 它就产生出了一种 organic architecture 这个主张 这种主张 实际上我认为 也是多多少少 受了一些东方哲学 包括一些中国 这个比较道家哲学的 一些影响 对 我觉得它在 它自己的自传中 也会提到这个 受日本受道家的影响 对 所以这个也是 蛮unique的 就是说在好像 起码在这个西方的 这个建筑史上 转入史册 转入史册的 这个建筑师里面 说自己的这个 设计思想理念 受到了很多 东方因素的影响 好像 right算是这个 这个 为数很少的 这个比方说 我们以后 有机会可以再聊 另外一个 美国大比right 要年轻多的 一个建筑师 跟梁思成 他们是一辈的 这个出自于这个 出自于徐霞门 徐霞这个 这个 武校的这个 这个 另外一位大建筑师 这可能就是 另外一个 一个approach 就是这个 对 走的完全是 不同的approach 对吧 对 那好 那现在我们再 再回到 因为这个 咱们讲了这么多铺垫 咱们现在 要给大家讲讲 这个 Foreign Water 因为Foreign Water 讲了半天 这个 那景录 你先来介绍一下 Foreign Water 大概是一个 什么样的情况 流水别墅呢 它 顾名思义 它是一个 在 就是 森林 自然环境中 在河边 溪流边 然后就在一个 坐落在一个 小瀑布的上方 然后依水而建 那它本来 这个委托呢 是一个 非常 有钱的 把握公司老板 然后 就是 委托他 做的这个项目 然后这个项目 在特点上呢 就是 非常 清净水 有很多 很大的 悬条的阳台 平台 悬条到水上 它一年四季 就是 它跟自然融合得非常好 一年四季的景观 都非常漂亮 对 因为 流水别墅 实在是 挺有名的 我觉得 怎么说的是 我很 就是 想了很久 想去的一个名胜 大家知道啊 但是 因为很多地方 比如说名胜啊 你比如说像 纽约的这个自由女神像 也是名胜 对吧 这个 这个 芝加哥的那些高楼 也是名胜 你去看了 就是说 去名胜 我觉得有的时候 经常会 就是 就是 你的期望值 要 就是 你不会期望那么高 所以我当时去 就 其实因为我是才 四周之前刚去过嘛 然后 当时也是存着这么个心态啊 但是我觉得 赖特这个东西 流水别墅看完以后 我觉得 真的是精神很愉悦 很享受 我觉得这个名胜 真的是名副其实啊 而且是 你不是应该 lower expectation 你是应该 就是 要提高你的 expectation 可能是 在这么一个情况 那 曲家既然给你那么美妙感 你讲讲你最深的感受是什么呢 在流水别墅 就像一幅静止的风景似的 就是 我不知道 可能我想的有点俗啊 因为以前国内经常有一个 一种就是那种 就是 类似于那个年画 就是那种 我不知道怎么做的 然后就有一个那个 瀑布在那流 然后就有一个静止的风景 当然就是流 挂在农民挂家里那种 当时第一眼看到 对 我觉得这个 不光是一个静止的 这么一个感觉 它是非常有动感的 但这只是外观啊 但是 我觉得 看流水别墅说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你如果在外面看 和你走到这个别墅里 走到这个水上 这个屋子的这个建筑 这个空间里 如果你真的是设身 从这个主人 从这个owner的这个角度 他要住在里头生活 他天天 就是说住在这个房子里的 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我觉得是更加美妙 对 然后这个房子是一个 是一个他们的周末的一个 过周末的一个住宅 对 Summer house 对 其实我可以刚补充一下景录 刚才说的 就是关于这个流水别墅 这个owner啊 这个owner叫Coffman 是一个这个美国的一个 应该是犹太家庭吧 然后 他们呢是在匹兹堡的 经营一个很大的 叫Coffman百货 非常有钱 然后这个百货呢 其实现在没有了 但是这个百货呢 在以后它就是并入了 现在我们特别有名的一个 美国的一个 Macy百货的一部分 所以呢 是有这么一个历史源源 这个Coffman呢 然后这个 虽然是百货公司老板 然后夫妻两个 然后有一个儿子 然后那个 他那个就是这三口之家了 还是特别喜欢艺术 所以呢 当时就特别请来这个赖特呢 来给为他们设计一个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美国那个匹兹堡那儿 也挺热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当时正是在192战之前 两战之间吧 这个美国这些 尤其像匹兹堡 这个重工业城市啊 这个空气也污染 城市这个环境又不好 所以他们呢 就需要在一个 自己的一个远离匹兹堡 那地方大概离匹兹堡 还有60英里吧 60-70英里的感觉 这100多公里之外 就在这个很深的一个山里头 一个没有污染 空气清新 然后夏天又是在一个水上 步步潺潺这个地方 就夏天一个避暑的一个地方 所以他们请来赖特 做这么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house 这么一个别墅的项目 对 这个这个就是刚才景录也讲了 就这个房子呢 就说或者是赖特的设计理念呢 就是他想这个 运用他这个organic architecture 他的意思就是说 建筑是生长出来的 就不是说是外来说 弄一个东西在这个 而是说好像发字 就是说好像是从 从这个场所里生 所以他的这个流水别墅 他用的这些 看就远看 跟这个环境的契合 是非常好的 这是我觉得这个流水别墅 最就是从外观来讲 最为人这个称道的一个 一个方向 一个就是一个方面吧 就是说他完全是 好像像是从岩石里 长出来了一个 一个一个房子一样 对 我觉得他这个在建筑的形态 和材料上都有关系 就他材料上用了 就是水平向的 都用了混凝土 然后他垂直方向上的 那些元素都用了 一个石灰岩吧 他其实有了一些 有那个灰色 就很对 然后就会跟旁边的 那些岩石和山 就是非常的接近 然后另外一个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点 就是我们看到 他那个场景非常漂亮 是因为我们比如说 站在他的对面 去看他的时候 就是下方是一个小瀑布 然后上方是流水别墅本身 整一个画面 非常的完整 被树木环绕 但是其实他们本来 这个主人是希望 他自己在房子里面 能看到这个瀑布的 所以他希望房子 是面对瀑布的 但是赖特当时就拒绝了 这个提案 他就是把房子 移到了瀑布之上 就是你能听到水声 但你不一定需要看到它 是这样子一个做法的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细节 就是说这里面反映了 咱们这个 紧如咱们作为建筑师来说 一个最希望的一点 就是能够跟业主沟通以后 业主能够同意我们的看法 而不如去妥协业主的一些想法 但是我想着夏天的话 肯定进那个别墅 感觉是不一样 因为它现在水上以后 这个特别凉快 就是一个很自然的 就是完全不用AC的这种 这种自然的清凉 我觉得这点也是一个 对 那么当然这个 因为莱特跟这个 废夫班家族 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关系也很重要 而且废夫班 他本身的艺术修养很高 艺术修养 包括这个 其实景录 你知道废夫班的一个儿子 后来 跟着他学建筑什么 对 后来还到你们各大去当 去做过这个 好像这个 讲 专门教了一个赖特思想 哇天哪 我觉得这个是一段 我觉得这个是个佳话 就是他从小在这个 这个建筑里长大 然后他长大 就是他成人以后 他的这个career 他就是 他成了一位研究赖特的专家 就在你们各大当 非常神奇 这个 很少有人有这样少的 这样的经历 我想住在一个名师的作品 然后成了以后 他的整个职业生 就是在研究这位 作为这样子的 这我是太荣幸了 把客户发展为粉丝 这个是这个景录梦梦雨球的目标 那个 这个呢 就是所以流水别墅 他有这样一个沟通 跟这个业主的这样一个交流 后来大家达成了这样一个 一个 一个就是共同的一个 这个协议吧 就是后来流水别墅选址也好 而他内部的空间设计处理 这些都是赖特就是颇具匠心 而且都是跟这个就是 owner就是这个业主都经过了很多的沟通 完了那 因为我们看现在流水别墅 它不仅是外面的建筑 它里面实际上就是 它里面的一桌一凳 包括一个一个什么台灯 什么一个这个衣柜的沟什么 这些东西都是莱特 好像来设计成一个整体 对吧 就是他一直以来都非常强调要做的事情 就是从早期开始做 还在草原住在时期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 就我刚才说的就是有一个吐槽的地方 就是他恨不得连那个女主人的睡衣 拖鞋都要一块设计了 就是他就是要全套 对 这个我觉得也是 其实这个 因为他一直认为建筑应该是一个 结合了各种各样东西的一个 一个完美的一个一体 就是他他里 他在写的书里面讲过就是 建筑应该跟人对吧 跟环境跟材料跟空间 跟所有的这些东西 应该是完美结合的一个一个 但人还是第一位的呀 他这个完全是一个人的第一个 舒适度 第二个是人的一种精神上的一种愉悦 和一种表达 它是完全是体现在他这个 很多细节的这个设计里 我觉得 景录肯定有很有这个感触很深 就是说你如果站在外头 和你走到里头 跟着这个tour去 整个房子走一遍 那种各种别具匠性的那种设计 真的是叹为观 对 他就是整个房子 他非常的紧凑 就是 每个房间其实都不是那么大 但是他在许多细节上 就是正好 感觉你挠到了那个 你要的痛点 就非常好用各种细节 对 是的 完了那个 我觉得比方说 大家进去以后 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会觉得 里面的空间 好像看起来很 很局促 就是说 我虽然个儿不高 好像我一伸手 就能把ceiling好像摸到 然后根据这个玩意 他那个解释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好像 就是说 他有一个 就是好像中国讲的一个收放 或异扬的一个关系 就是说 好像要把里面的空间 有得稍微压缩一点 好像这样的使得这个 而且视线呢 就是把外面的这个景色 完了引进室内 所以他的所有的对外 都是那种横向的这种 大窗 对吧 完了那个 能够把这个 而且 而且他那个尺度 就到了窗户这个地方 他那个空间 稍微要放高一点 然后一到里面 好像越收 他就有一个 好像把外面的 要引入内部来的一个 一个像一个想法 所以他里面的 好多东西的尺度 都非常不是很大 因为这个也很重要 因为他毕竟是在一个小溪上面 对吧 那么在这个小溪上面 如果他本身那个house的 这个 本身的尺度 如果弄得太大以后 他就不成比例了 就是有点这个 所以你看 从外面来看 他这个房子建筑的空间尺度 跟他的这个整个环境 是正好是恰到好处的 所以使得他里面的空间 相对来说 好像比我们预期的 好像要矮小一点 对 是相对接触 当时我那个tour 然后就有人 很好奇的去问 那个tour guide 说这家人家 有身高多少 是不是都特矮 因为他的那个light 他给他们做的这些家具 都很矮 都很低 对吧 然后都是小小的 然后对刚才解释说 他们都是普通人身高 可能还不是那么矮 什么什么的 我就想到说 你们参观罗比住宅的时候 对那个的尺度 感觉怎么样呢 罗比住宅我进去了 罗比住宅我的感觉 也不是很宽敞 就是 但是呢 他比这个流水别墅 还是要显得 好像大一点 对 就是我在想 他可能是因为 另外一种说法是 他后期 也设计了很多住宅嘛 但是他就 会称作 后期的叫做 美国分的住宅 就是他创造了一个词 叫 Usonian Usonian 对 然后呢 就是那个时期 因为受到 大萧条的影响 然后 所以 中产阶级 他们的住宅 就是 他就是提倡一种 设计的比较 紧凑 然后刚好 舒适温暖 但又紧凑 经济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一个类型 而且就这种类型 后面成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 很多美国郊区的 那种驻扎的类型 所以我在想 就是 所以他可能设计的 很紧凑 也是因为 有他后期的 美国分的那种影响 但是我觉得 在Falling Water上 可能 可能 可能还远一些 因为Falling Water 完全是一个 超出了 预算 许多 很多很多 对对对对 所以他完全是 在这个钱上 是这个 不给 这个超出预算 很多呢 我 但我看 我有点记不清楚 是 他实际上 实际上就是 我们在赞美 这个Rite 他那个就是 不是在Falling Water 用了很多这个 悬臂的这个 悬臂的这个 机构吗 就是因为他 挑在这个上 其实很多钱 是用在这上面的 因为这个 这个结构 实际上 大家知道 其实从 如果从结构工程师来讲 因为我不知道 紧陆你在那个 在跟结构工程师 打交的时候 他们实际上 最反对用这种 什么悬臂啊 什么电柱啊 什么这些 对 这些都他觉得 他觉得特别不合理 好像这个 这个怎么样 对 我觉得很多事情 就是对 跟他们沟通的时候 其实会很 通常结果就是 没有什么 是完全做不到的 就是钱的问题 所以才会 对对 就只要业主同意 就是他 在流水别墅 这个案子上 就是他最后 还是让业主同意了 去花这个钱 那么他就能做到 这些选条 对 对对 因为他这个 因为设计师 就那个 这个 就不是设计师 就是那个 我记得讲解的人 都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这个 就流水别墅 以前的造价 大概可能是 三万美元预算 对吧 后来这个 结束了以后 大概用了13万美元 就是好像超出了 预算好几倍 完了那个 怎么样怎么样的 其实他他这里面 就是有就好多 结构上的东西 超出了预算的 这个标准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这个流水别墅 是一个从里到外 从上到下 都是这个 非常这个完美的一个 而且 而且他的 不仅是他本身建筑 他的这个 创造的历史 跟延续的历史 都传为佳话 就跟我们讲的 他跟这个 业主的关系 包括的业主的儿子 最后 作为一个 赖特专家 这些都是好像 非常完美的 结合在了一个 这个建筑上的 一个典范 对 而且我觉得今天去 欣赏赖特的 这件作品吧 我觉得有一个 还是挺感受的 就是参观的体验 还是相当好的 就是以后 就是赖特的这个儿子 就不是赖特 sorry 就是Koffman的 这个继承人 然后这个房子的 在1950年代 60年代 就把这个房子 捐给了 西宾夕法尼亚的 一个民间组织 好像是这样的 然后由他们来 这个拥有和管理 和向公众开放 就整个一系列 这个事物 所以现在我们去看 那个房子 基本上原样 就保持着当时 在这个三口之家的 当时这种生活的 一个状态 各种各样的东西 就全在那儿 看着也是特别的 让人觉得 非常好 对的 他后期还做了 很多的维护嘛 就是之前的 提到的那个悬条 后面也做了 好几次结构上的加固 因为他 就是时间久了之后 难免会出现 那个沉降 然后 所以也是有 后面这些 管理的 维护的人 去一直 一直去 去维护这个建筑 所以才有 我们今天看到的 就还一直保持着 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特别好的状态 对 我觉得这个 因为 景录我就把这个 跟罗比住宅 来比较一下 对于罗比住宅 你是 也是跟 流水别墅 差不多时间去的吗 还是前后 就是这几年 就是 罗比住宅是前几年 然后 流水是去年去的 对 OK 反正我的感觉呢 就是说 当然 罗比住宅肯定没有流水 别墅那么有名了 当然 但我觉得这个 参观这个 流水别墅 的确是一种 非常美好的享受 因为它 整个的这个环境 也保存的非常好 跟那个当时 而它整个这个 这个 它不仅保持了 这个流水别墅 本身建筑跟周围的环境 它包括就是 一直要维持 这个西流的这个 这个 就是 西流的流 就是它本身 把那个西流的源头 这些地方 它整个都通过这个 叫 West Pennsylvania 什么Reservation 什么这个组织 把它都给它保护下来 可以想象 如果流水别墅 没有那个流水 能成什么样子呢 对不对 对 就不能想象 这个这个 因为其实好多地方 我说的是 比方说 国内有些地方 会怎么样 它虽然它建筑 本身保护下来 但环境已经失去了 有时候就 就逊色了大半了 这样 我还印象非常深的是 它在室外 去参观这个流水别墅的时候 它会带你到 某一个点 就说 你站在这个角度 看流水别墅 就是你看到的海报上 或者图片上的 最经典的角度 对 对 对 那么相对来说呢 就说那个 罗比住宅 因为我去罗比住宅 比较早了 那个时候就是 罗比住宅周围的环境 的确不是非常好 因为那个 那个整个 整个环境 所以罗比住宅 当时啊 因为后来我 后来罗比住宅 也经过修整了 什么这个 但是它整个的 那个罗比住宅 附近那个 可能不是像当初那样 就说 我的那个感觉吧 罗比住宅 就是不是特别 有点run down 但后来好像 好像经过整修了以后 可能好了 好一点 这个 反正这个 比起这个流水别墅来 还是 观感还是差了许多 对 我觉得就刚才提到的 像一个建筑的 后期保护嘛 就是我之前去参观 巴拉干的建筑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那边的 那个巴拉干建筑的 那个委员会也是 像他的自宅那栋楼 他对于周围附近的 其他建筑 后来就是出了一个规定 就是有个限高 这样才能保证 你说在那个巴拉干的建筑中 你往外看的时候 只看到天空 而不看到其他 就是高出来的楼 所以我觉得 可能有些城市 它以那种 把周边环境 都一同保护下来的方式 来去保护这个建筑 才会有更好的体验 对 是的 那个 所以这一点 其实是挺重要的 就是不是你自己 而且还是要把周围 都要连带的这个 保护下来 才可以使得你自己的 这个建筑的 这个本身的价值 才能够最大的得到体现 因为那个 这儿到安利一下 这个其实 流水别墅呢 是在这个匹兹网 这个外交了 是在美国的 这个宾夕法尼亚州的西部 在一个就 群山环抱的一个环境 周围环境都非常好 所以这个 如果有 有机会到美国来的 这个朋友 或者是 那个 去那里玩玩 完了那个 其实自驾也很方便 去那 对吧 完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最好的时节呢 应该是在 十月底 十一月初 这个时候 是最最好的 这个时候 漫山红叶 如果天气晴朗 完了那时候 流水缠缠 这就是一个 非常心狂神医的 一个享受吧 对 而且 有一个时间段 是他们现在拓的 就是最贵的那段 就是在这个 夜幕降临 就是华灯初上的时候 就是你可以在 那个 那个景录 刚才讲的 那个特别 著名的那个点 你可以看就是 闪闪发亮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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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lling water 和它的这个 整个建筑 所以 那个时间 是应该是最好的 一个 一个时段 对 而且我也有一个朋友 他因为非常喜欢 漏水别墅 所以打算 就是挑四季 都去 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 也看到过 那个景录 昨天不是下雪了吗 对吧 今天其实就可以去看 真的是 对 对 我就 太雪天 应该是非常漂亮的 是 完了 他有 我看有冬天 有照片的 他下雪以后 完了 他那个冬天 那个瀑布 有点凝结 就是变成一个 像冰铺一样的 这个感觉 特别好 对啊 而且这个 赖特有意 就让这三口之家 就像住在一个 山洞里的这种感觉 是因为他整个 很多内装修什么 他把原始的 那个下面的那个 rock 也都保存在 他的这个建筑的 这个内部 然后他的整个 stair steps 他全是 内部 就是做成一样 就像在钻山洞 那种感觉 似的 感觉就特别 对 这个说法 就是非常 就是他 就是他室内 就好像你走进了 就是好像住在一个 cave里面 好像在一个山洞里面 一样 所以就是这种 像 就是自然环境 中生长出来 那种感觉 不只是说 你站到外面看 他外面的形态 像长出来 而是你自己 人在室内的体验 就是这样子 的确我觉得 特别匠心独运的 这个很多很多细节 这一点我觉得 不得不佩服 其实有好多人说 这个建筑师 应该是一个 非常细心的人 我觉得从莱特 这点上 的确看出 莱特是一个 非常心细的人 他的那个 比方他那个 转角的 那个窗户的设计 对吧 他那个 完了把它一打 打开以后 那个角实际上 就90度 那个角实际上 完全是开场的 他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树厅在那里 他就完全可以 打开 完了还有呢 他为了保证窗户打开 他就桌子上 抠了一个 四分之一圆 对 完了还有他 他所有的衣柜 也是悬空的 这是悬出来的 有人戏称说 说那个 这个家具悬 莱特事先就想好 现在可以用 那个扫地机 可以在地下 可以这个戏称 完了 这些 所有的一些细节 他包括这个男主人 女主人的这个 对吧 然后小孩的study 然后他们的这个卧室 怎么摆浴缸怎么放 然后这都是他的 很多这个将星在里面 你知道吗 那个 那个 徐家回来告诉我 一个细节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就是说 刚才那个 徐家不讲的 就那个 就是这个 莱特也设计了一个 就是主人卧室 这个床头放的 那个台灯 就他那个台灯 是木头的一个台灯 完了那个可以转过去 转过去 他就是反射光 完了过来 可以当那个阅读灯 那样的那种 一个东西 然后徐家说 看着特别好 说在那个bookstore看见 说 说那个 说想买一个 又说bookstore果然有 说一看价格 又说不贵 才50块钱 说那买一个吧 或者再仔细一看 是500 那个是500 还是有点小贵 大家特别有意思 这个的确 我觉得就是 所以你进去 就是说你toy里面 一圈完了 给你讲了以后 而且我觉得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就是说他那个 就是 讲解 其实也算是挺到的 这点我觉得跟美国的 这个整个水平 就是说他讲不像国内 是讲一些特八卦的东西 他讲的还都是一些 就是说 虽然他讲的对象 可能不一定都是像 锦路像咱们这样的专业人士 他讲的尽量也是 把大家往那专业上带 就是说让大家能够领会到 这个right的这很多 这个独具匠心的 一些专业上的一些东西 而不是说 讲一些这种 像国内讲的 就是八卦的一些 一些一些 对 我觉得这边 就是还是非常专业的 而且就算是 比如说 我对这些进入设计上 有什么疑问 去问那些toy的人 他们都能给我回答 我觉得就是 他们自己是非常专业的 这点我觉得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的确这个 因为现在呢 是这样的 现在流水别墅 你要去参观 都是要逾越toy的 就是你不可能说 你自己就进去参观是不允许的 必须是 必须是跟团 就是一批一批 大概一批 那个去下带了一批多少人 现在十个人左右吧 十二个人 OK OK 因为我最早那时候去的时候 还可以随便进去下国 可能现在就 因为这里面很难能可贵是什么呢 因为它里面所有的城设 基本上都是原装 对 说到这城设了 我想还得这个提示 就是给听友们提示一点 就这Koffman 家里真的是很有钱 然后他们不光有钱 他们有很高的艺术修养 而且三口之家 就是夫妻带一个儿子 他们都是非常这个狂热的 这个艺术品的收集者 所以呢 就是他们这个Summer House 也是一个他们成列 和展示自己心爱的 这个艺术收藏 这么个地方 所以我相信就是 其实事实也确实是如此 这个赖特和这对夫妻 赖特对他们的这些collection 很了解 而且就是设计的这些collection 就这些艺术品怎么放 怎么弄 哪个放哪儿 什么应该怎么放 所以这个都是在 他的这个赖特的 全盘的设计之中 景录你有印象没有 这对夫妻还收藏了 不少中国的东西呢 嗯嗯嗯 有的有的 就他们 有些中国的 北朝的这些陶俑啊 有个特别印象深刻 你记得没有 在那个Terrace上 有一个大的一个 明代的一个铁佛 铁的菩萨头像啊 有有有对吧 对对对对对对 特别精美的一个 是的 还有很多这个日本的服饰会 挂在那个 挂在床头什么 这都是 就说这个东方的影响啊 也是能够看出来 这个在这个 他们的这个房子的设计 跟艺术品收藏当中的 而且还有一个细节 那个我不知道景录 你注意到没有 这个也是这个 这个就是 好像那时候 我印象挺深刻的 就是也是讲解的人提醒 就是说他的这个 比方说他的这个 就是木头的纹页 对吧 他的那个门的那个纹页 跟这个 就是那种 柜子的纹页 他一个横 还有一个竖 还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对比 这个我没有留意到 这个也是别人提醒 讲了以后 后来我一看就是 他的 他的那个门是木头的 木纹的 比方他那个木纹贴面 他是贴的是那个竖纹 完了那个 他所有的那个 Cabin就是那种 他的那个柜衣柜 他都是横纹 还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对比啊 什么 就是说他所有的东西 没有一样东西 包括什么五金件 没有一样东西 是没有经过设计 而就这么怼上去的 都是经过设计 怎么想怎么 包括就刚才 曲家讲的 这个艺术品怎么放 放在什么地方 也都是非常有讲究的 这一点我觉得 真的是怎么说 在住宅上 因为我后来想是这样 景录比方说 咱们作为建筑师来说 我比方我个人 我好像在我的这些 我就因为国内情况 可能不一样 没有做过什么 太多的小住宅 就这样的这种住宅形式 对吧 要么国内大部分 也都是这种集合住宅 就是高楼啊 或者什么样 我不知道您在美国 有没有机会 比方给业主 设计一个 对 我觉得 没有 就是我是这么想的 我想可能 也是因为他的这个 业主的特殊性 因为有充分的时间 跟预算 让他去做这些事情 因为我想到 我其实在欧洲 参观了一些 比较著名的小住宅 比如乌德勒芝 或者就是一些 建筑史上 可能也会提到的一些 那他们其实 也设计的非常精美 就是不是说精美 就是说 它的细节上非常多 比如说 对 就是比如说 你这个桌子 是怎么用的 它就是给了一个 使用场景 然后基于那个场景 再去做了这些设计 所以我觉得 这是要有呢 跟业主的充分沟通 以及完全了解 他们的使用方法 以及业主也愿意 给你时间 去把这些东西做出来 而现在就 我觉得是挺少 有机会去做 那么多的 那么多的细节设计的 对 其实 其实从专业来讲 其实每一个建筑师 只有做 只有从做好住宅开始 他才能一步步的发展 做好其他的 因为住宅实际上是 空间最小 但其实要求最高 其实功能方面 其实要求 其实挺复杂的 作为一个人的 生活起居 什么各方面 兴趣爱好 其实是挺复杂的 麻雀虽小 武装俱全 对 那么咱们下面 我觉得咱们在 因为讲了好多流水 比如咱们 在误点虚的东西 比方说 我想问 景璐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因为咱们开始也讲过 1991年 AIA说 赖特是美国最伟大的建筑师 这一点你怎么看 就因为今年也是 他的诞成150周年 然后在纽约的 当代艺术 MOMA 就是有一个 他的一个特别展览 展出了他这些年来的 很多手稿跟项目 然后呢 我也就有在想过这个问题 其实他真的对 美国建筑史 以及甚至是美国 普通人民的生活 就是他非常为 美国人民所熟知 然后经常上电视 他的就是影响力 是非常大的 可以说他在这个 他在这个 General Public的影响力 可能比较 学术专业 学术圈的影响力 对 是 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觉得他就是 在公众范围里的 影响力非常大 他成为了一个icon 就是美国人民 会非常引以为傲 觉得这是属于 美国的一个最伟大的建筑师 而如果放到一个建筑史的背景中 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 但是呢 这套东西 有多少程度上 被后人所沿袭下来 或者说到至今 仍发挥着他的一些 一些观点也好 我觉得这一方面呢 可能稍微少一点 因为你去横向比较 比如说密斯或者科夫西 可能他们的东西 对后世的影响力更大 我是这么认为的 对对对 其实这里面呢 就我觉得要引申到一个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就是 Rite跟他的时代 就是说Rite 他其实横跨了一个 比较长的一个职业跨度 他有大概 从业有70年 其实这70年里面 实际上是建筑界 实际上也有一个 非常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吧 都从这个19世纪末的 那个欧洲的这种建筑思潮 到Rite去世的时候 1959年 那个时候 正好是这个 美国最厉害的 美国 后来还有就是说 从建筑上来讲 是国际主义 就是这个最最 这个鼎盛的期间吧 这个Rite 我觉得相对来说 在这个时代里面 他实际上是个异类 你不觉得吗 你是从哪方面 觉得他是个异类呢 就是说我觉得 他就是比较 他比较 他其实是不跟这个潮流 是非常一致的 就是说 比方他提出了 Organic Architecture 这个东西比方跟这个 现代主义的这个思想啊 或者什么 他是不尽这个相同 而且他跟 比方跟这个康的这些什么 追求古典的这些东西呢 也不尽相同 他就比方提出了 他就可能也不是太确切 他好像就像一个乡土派似的 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其实 因为我们可能 过多的关注了 他像罗比住这 和流水别墅这些东西 就如果其实 就我觉得 他的有机建筑 不光是我们所理解的 就是从道教相关的 那些 使法自然也好 什么的 这样子的有机 而是他 其实 你去看他的结构 他是 我觉得赖特是 非常厉害的 结构工程师 他 他跟潮 就我反倒认为 他的风格 跟时代背景 以及潮流 息息相关 因为他自己 一生中 发生了很多改变 然后比如说 他在那个混凝土 和玻璃的 这个 成熟运用的背景下 他其实后期 有许多的 对于玻璃的应用 包括 可能 就是要 我现在要提的 可能是一个建筑史上 比较有名 而平常人 不太知道的 有一个叫做 约翰逊 智辣公司 智辣公司 对 Johnson Wax 对对 Johnson Wax 也在那个 对 也在那个 在拉森 就是这个楼 他其实 跟我们刚才讲的 罗比住下 就很不一样 对 我所以觉得 那个 景路你刚才讲的 有一点 我觉得我非常赞同 就是说 Rite一生 他其实在 一直在进行的变化 或者在这个 不断地在变化 自己的风格 或者是运用 这点其实 我觉得很重要 我觉得作为一个建筑师 最大的挑战 就是突破自己的固有模式 对 这个在赖特身上 看得特别明显 对 这个很重要 比方有些 有伟大 科布我觉得 我也挺佩服 我觉得科布 他也是 其实早期跟晚期的作品 他风格也是相差很大的 这个也在 不断地在挑战自己 而有些建筑师 如果他早期跟晚期 有时候相差不大 我觉得他就是 很难去突破自己 这个其实是 挺难的一件事情 对 是的 就是 其实会发现 有些建筑师 可能他 有一些元素 反复在用 就是把一个东西 套用在各种形式上 我觉得这个就是 就是挺没劲的 就是因为 你想时代在发 就是一个是你 各个建筑的类型不同 城市 就是所在的那个 context不同 而且时代背景不同 你必须去应对 他不同的语境 去做出自己的 那个设计 而不是说 你固守自己的某些 很小的设计语言分格 对 对 我非常赞同你这一点 我觉得这个 我认为建筑师的 建筑师的大小 并不在于你 设计作品的大小 或者怎么样 而在于你真的是 能够突破自己 是非常不容易的 一个问题 就是有的建筑师 他一旦好像找到一种 他自己觉得 十分满意 或者觉得perfect的 一种motive 或者一种什么东西 他就很难再去突破了 这个我觉得就僵化 就死因了 而我觉得Roy特 他一生都在探索 都在挑战自己 做的东西 很多都在不断地创新 不断地在欢迎 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很难 尤其是人到了一定年龄 因为我觉得人到了 比方中年以后 好多东西开始固化了 在那种时候 如果还能够提出一些 很新的很挑战项 我真的觉得非常佩服 包括比方 你说有些大的建筑师 到了五六十岁以后 你说踏路还能够 能够有些很 大家在看着 大家年轻人看着 很激动的作品 如果能够出现的话 那我觉得真是伟大的建筑师 真的 五十岁对于建筑师来说 是事业刚起步 对 希望能活到一百岁 那时候我记得 有人在说那个 就是菲尔普·杨森 不是那个 说快一百岁 还到耶鲁去给人改图 所以对 就是 所以就讲 你刚才说那个话 这个 你肯定爱听 刚起步 刚起步 然后 回到 回到赖特的话 就是我觉得 就是 我觉得 像这些 能够不断突破自己的人 他们 身后应该有一个 更抽象的一个理念 他围绕着那个理念去做 而不是说 比如说有些人 不断地重复一个母题 那他可能那个母题 是一个具象的一个 形式语言 但是像赖特 他可能背后有一套 自己想要实现的 研究的理论 不管是他的那个 乌苏尼尔 这个所谓的美国分 也好 或者是他后面有一个 城市规划上面的 那个广母理论 他可能有一套 大的系统在 所以他基于大的系统 再去做一些 形式上的研究 才会可能 有很多不一样的探索 我觉得真的 就所有 作为一个建筑师来说 很不容易的 就是说他能够 自己有一套理论 而且就跟景璐 你刚才讲 他一生都做 都根据这套理论 他不断在完善 自己的理论 并且他的指导思想 的确是按照这个理论 来指导他的设计的 而不是说反之的一种 给自己找说辞的 一种形式 这是我觉得 也是非常不容易 当然我觉得 不可能每一个建筑师 都能够像莱特这样 去给自己一套 建造了一套 自己的理论体系 和理论构架 对吧 对莱特来说 也是幸运的 因为他正好赶上了 美国最好的一个 最黄金的一个 发展的一个时代 他从内战以后 1867年 一直到美国 卫星上天 人造卫星 这个都快登月了 当然还没登上 就那个整个的 这个这么 近一个世纪 他是一个亲历者 而且给了 也给了他很多机会 对 的确是这个 他的时间 跨度比较大 所以给他的 造成了一个很 所以景录也是 的确是 这个建筑师 是需要一个舞台的 你说对不对 对是 而且就是 你需要赶上一个 好时候 然后呢 有一定的影响力 就像赖特 他前期跟后期 中间其实 有一段时间 在欧洲嘛 他可能好像是 由于一些 个人生活上的问题 他不得不去欧洲 待了一段时间 然后呢 可能那段时间 他在 他在美国的 那个名声 就不太好 所以呢 他刚好去欧洲 游历了一下 那他回来之后呢 他就是 通过写书也好 然后重新 在个人生活上 他后面的那一任 妻子可能也是 一个名人 就是一个 比较有影响力的人 然后呢 所以慢慢的 重建了 他的一个声望 那么他后期又 做了不少 就是特别优秀的 伟大的作品 像古根海姆什么 都是他很后面的作品 所以我觉得也是 息息相关的 对 那个咱们想 我想咱们节目最后 咱们就讨论 讨论古根海姆 这个作为一个 因为那个 古根海姆 那个 我也是罗干年前去的 这是他 应该说 他是大作里面 最后一个了 对 最后一个 公共大的建筑 对对对 反正前几年 那个他的 古根海姆的扩建 还引起了 一些这个 好像争论也好 什么也好 因为 那个 因为原来 原来 拉特设计的 好像那个 古根海姆 他这个 那个就是说 这个古根海姆 就是说 应该说 也是一个 犹太人的 一个 博物馆 好像古根海姆 我如果 如果没记错的话 它是个 它是纽约的一个 私人博物馆 大概是在 九十几街 对吧 在 对八九十街 那附近 它 那一公里 对 第五大大厂 有一公里 叫做 Museum Mile 就是有 包括有大都会 有古根海姆 等等 对 对 就大都会 如果再往北走 走不太远 就是就能看见 古根海姆 在那个边上 完了那个 它是一个 很很奇特的 一个形式 它是一个 螺旋上升的 一个 一个空间体 对 然后它就是 那要么 我简单介绍一下 如果就是 你来介绍吧 那它这个 博物馆呢 是一个 像一个碗的形状 然后这个 非常的 有雕塑感 然后是一个 螺旋上升的 一个逐渐扩大的 一个 一个 一个东西 然后呢 它在内部空间上 也是呼应的 就是它那个 碗的形状 中间是一个 通高的中庭 然后 有一个 连续的坡道 绕着这个 碗的形状 不断的上升 然后在这个 坡道上的 的 墙面上 就是它所掌揽的 一个 纯列的空间 是这样子的 一个 博物馆 对对对 它是也是 就是说 应该是 创了这个 就是传统 打破了传统 博物馆的 这个科旧吧 创造了一种 完全新式的 它就觉得 那个空间 在里面是 不像一般的 这个大都会一样 它是一个一个 garry都分的 很 很疯癖的 它是等于是 就你一边 一边走 一边往上走 一边看画 一边走 都不知不觉 它也没有几层几层的 概念在里面 因为它就是 它就是一层 就这么 就这么 就好像就 就转上去 对 我觉得它 特别神奇的 就是它就是 重新定义了 一个这个展览流线 一个观展的模式 就非常的 有 有突破吧 这一点 但是也有人 这个有点 这个批评啊 它说因为你这个 整个都是个坡道 所以 所以它 你没有一个水平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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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参照 就是所有的画 挂在墙上以后 它会都会觉得 好像有点 总是觉得有点 不服帖的样子 它其实在有些地方 还是 就是它 坡道是一个主线 然后呢 它 侧面还是有一些 延展出去的地方 就是 是水平的 对 但是 对 就是有些人 还是觉得不太适应吧 而且在 看展的时候 对 你的人流和 这个观展的人 可能会有一些冲突 就是 走动的人 跟观展的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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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的确呢 是一个非常 unique 就是unique的piece 尤其在这 好 应该 我记得 应该是在第五大道上吧 第五大道上 是的 对 对 因为那个 所以 而且 而且这么想 就是作为一个 它设计 那个谷庚海姆的 所以 就是年纪很大了 七百八 二十多岁了吧 特别晚 1943 七百十岁 43年 对 对对 八十 对 完了那个 这么一个年纪大的老人 就我就跟他讲啊 在还有这样的一个 新锐的思维 创造了一个这个 刚才景录讲的 就是展览空间的一种 突破 或者革命 这种我觉得是非常难能可负 也非常值得佩服的 但是 你说是突破革命 我觉得我要稍微争辩一下 我觉得 但是他这种模式以后 并没有太多的被别人 成功复制吧 我能想到就是 库哈斯做的有些东西 有类似的这种想法 但是好像也并非特别成功 我觉得他 这个 反正是个 是个特例 但是你说 对 但你说他很unique 但你说他如果 就是为这个 gallery或者为museum的 这种空间提供了 只是提供一种 一种option 一种choice 对 我觉得就是提供一种可能 就是因为 其实啊 其实回到就是展览空间 就是他可能 作为一个博物馆 他可能 需要更中性的一个 空间 去接纳 不一样的一个展览 所以他这个 他这个空间 可能更多的需要展品 去去迁就他 或者说 根据他的空间 我去布展 而对于很多 普通的 的展览来说 其实 展览空间 是一个更中性的空间 而不是有非常强的个性 对 这样才能 就是在一个中性空间里 去去关注展品本身 对 我觉得呢 这个呢 那个 曲下刚才提了一个问题 我觉得值得思考 就是说他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 Roy特虽然是一个 很伟大建设 但是说他的这个 延伸就是 他有没有一些 这个对后人的影响 或者叫锦璐 你刚才也讲过 就Roy特的理论 好像在业内 好像对后世的影响 并没有其他一些 这个同时代的 其他一些建筑师的理论 好像对 在业内对后代影响大 这里面就讲到一个问题 就是Roy特的确好像 虽然他在晚年 在那个Talias & West 这个创办了一个 这样的学校似的 对吧 完了呢 也好像有点 教学生什么 但他的disciple 他的这个学生里面 好像的确是没有什么 太多好像非常出名的 就或者是 能够超出老实的人士 对 我觉得他可能在 就是建筑教育这一块上 并没有特别多的 就是后面的传承 就其实像 反倒像路易斯康 像科布希 其实他们都是有 非常多的一些后人 是明显会 就是传承他们也好 或者是表达了他们 对他们的一个 就是对的致敬啊 但是赖特的确挺少的 我觉得赖特 赖特是他的这个时代的 这个当然常物 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看赖特的作品 我感觉他是更超越了 那个他的那个时代 更多的是适应我们后人 我们今天来看赖特的作品 是多么的伟大 可能在当时 我我很怀疑啊 不这个当然也跟那个 我就说时代 就跟那个景璐刚才讲的 因为因为在整个的建筑史里面 赖特就说 如果按照这个 比方这个 就是这个好像 我说的有点有点 有点大的 就是按照排 比方主流非主流那样 我总觉得赖特 好像始终还处在一个 非主流的一个 一个地位上吧 因为好像主流 大家讲起来好像 这个刚才 景璐刚才讲的 比方说 科布也好 康也好 他们好像 后继 就是他们的这些东西 后一波好像 后人传承的 好像或者接的比较多 好 赖特这个一波 好像后面就有点 就好像 法脉就有点断了 或者就不怎么太昌盛了 这个就是 我觉得就是跟这个 整个建筑系统的 理论系统的主流 非主流 可能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作为一个艺术家来说 因为赖特 我觉得真是天才 因为他太高明了 真的要学到 他的那种精髓 并不是说 你能够通过 这个经典的 或经院式的 学校教育 或者建筑学的 设计的培养 就能够培养出来 还是需要一个 我觉得大家吧 一个这个master 这样的才能够 才能够 这么延续下去 可能不太一样 对 我其实讲到这个 想到另外一个人 就是那个高迪 因为我觉得高迪 也是一个 在公众范围内 非建筑背景的人里面 影响力非常大 非常为人熟知 而且他自己的建筑风格 也是独树一帜 就是没有人说去传承 或者说怎么样 就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人 所以 对 我就是刚才讲到 赖特的这些事情的时候 会想到高迪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 那个景录 我觉得你举高迪 这个例子非常好 我觉得真的 这个两个人 的确是有很多的 可以相比较的 就是说 虽然完全 就是说好像 看起来有点 有点不太大尬 但我觉得 的确是可以 这个很类似的 一个对比 我觉得这个 你讲的这些 有意思 所以我觉得 因为现在咱们 这个节目有限 但我觉得以后 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 可以真的再聊聊 高迪的这个 这个情况 我觉得很多地方 跟赖特的确是 有很相似的 一些可比性 对 我们今天讲的 虽然是赖特 跟流水别 但是刚才景录介绍的 比方说 谷根海姆也好 还是那个 就有机会 支拉公司 那个江城 对 这些有机会 大家都可以去看 都是这个 应该说是 建筑史上的 这个masterpiece 是在这个 好 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景录 那我们这一期 陛下官就到此结束 感谢收听 我们的节目 每周上线 推荐大家使用 泛用型 播客客户端 订阅收听 在陛下官.com 可以找到 与每期节目 内容相关的链接 供大家按图索记 您也可以在 微信公共号 和知乎专栏 关注陛下官 我们非常欢迎 您以各种形式 给我们提出意见和反馈 如果您喜欢发邮件 我们的邮箱是 陛下官 atipn.li 我们鼓励您成为 陛下官的会员 每月五美元 支持我们将 陛下官贯彻到底 关于会员计划的详情 请访问 member.b下官.com 同时也欢迎收听 IPN播客网络 旗下的其他节目 一天世界 内核恐慌 太一来了 流行通信 阴影像和无次元 我们下周见 感谢观看